简单点头是易拒绝回答任何问题 前桃园市长郑文燦委任律师陈永来快步 走进法院准备另一场应战 27号桃园地检属一贪污罪诈欺罪 使公务员登载布什罪 以及非公务员泄露国防以外秘密罪 癥结起诉前市长郑文燦等11人 根据起诉书指出被告杨兆岭 洪水文 廖俊松等人 13年前共同出资成立洪选公司 当时他们看证华雅科技园居旁 一块9.12公顷农地 初步开发后市值超过24亿 因此廖俊松以及儿子廖立廷 为了寻求时任桃园市长郑文燦支持 在隔年9月将装有现金500万元的手提袋 亲自交付到郑文燦官邸 当时廖俊松的儿子从驾驶座后面 拿出黑色手提袋交给他的爸爸 两人一起走进郑文燦官邸 过了17分钟两人从门口走出来 隔天廖俊松就向侯水文跟杨兆林回报 就500万元贿赂已经交付完成 雪岸历经7年调查量度 因为市政不足迁结 直到今年7月才再度重启调查 但没想到过程中竟然爆出案外案 7月29号 解放在郑文燦台北家中 搜出一叠叠白花花现钞 总计678万5000元 但郑文燦对于来源却交代不轻 解放不排除是其他案件的非法金流 将另案侦办 他最性被告的部分 我们认为他实口否认相关的一个犯行 我们向法院请求 从众亮星 希望能够亮出有其徒刑12年 曾经的五行市长 如今却因为贪污社会遭到起诉 接下来的疑神听证文 才能否交保恢复自由 外界全都拭目以待 继续为杨中强 王永百张姐来 接下来的疑神听证文